早上逍遥碗 晚上龟皮碗和大肚奶说拜拜 逍遥碗和龟皮碗虽然都很出名 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怎么用逍遥碗 虽然书肝贱脾的良药 但龟皮碗是致心脾两须的良药 但是这两味药搭配起来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肝煮我们的情质 主书泻一身气肌 那有好多人气型比较胖 体重还不容易降下去 情绪上还经常出现问题 肝气淤结 引起眼睛干涩 事物不清 口干口苦 胸斜胀痛 胸闷烦躁 焦虑抑郁等问题 这个肝属木而脾属土 肝木的淤结之气是克制脾土的 导致出现脾胃的问题 脾胃气血生化之源 肝煮藏血 所以肝脾的问题还能引起气血的问题 从而导致阴阳失调 从而出现健忘失眠 做梦多 吃了东西不消化 体内湿气 淤积在体内 从而导致体重增加 还很难掉下去 那早上肖腰丸 疏肝解瘀 调理脾胃 白天氧气生发 气血运行是活跃的 晚上用龟屁丸来滋养阴血 调和阴阳 阴阳平和 肥胖这个疾病也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说肖腰丸和龟屁丸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我们用对了 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了 今天关于肖腰丸和龟屁丸搭配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